三 二 一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江苏卫视如今拍播 年代情感女性创业大戏正阳门下的小女人 将于十月十六日期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该剧由刘嘉诚指导 蒋文丽 李大红 田海荣 乔大为主演 十月十二日一众主创亮相北京 与大家分享拍摄趣事 蒋文丽在剧中再次挑战几十年的跨度 饰演一位在时代变革浪潮中 历经起伏最终获得成功的传奇女性 在大呼过瘾的同时 蒋文丽很遗憾自己不能说地道的北京话 就把自己交给导演了 其实我是挺坦克的 当时我还问导演 我说导演 我这个一个南方人 我说不了北京话 导演就说 你说火动话就行了 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要不然语言方面自己就会觉得底气不足 李大红在剧中饰演一个话语很少的角色 虽然这和生活中的她颇有相似之处 却为演绎这个角色增加了不小难度 生活中我话语不多 但是创造这个话语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很难 难就难的因为她没话 不知道该怎么去表现她 你要一直在那待板着不动 所以呢我就想了很多其他的 就是在肢体方面想了很多的这个就是 能够帮助我去创作猜拳舞这个角色的 嗯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 就是小的一些个动作语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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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玩了玩手 嗯 嗯 玩了玩手 然后留到对这个动作语言 非常的认可 我经常就是不开我脸 基本上就直接推到手 非凡娱乐北京霸道